台湾肝癌发生率虽然在下降 但第一线医师观察 近年却出现有M型化现象 点名这些族群要小心 现在的肝癌 大部分还是以逼肝吸肝代源为主 因为我们现在有筛检的一个动作 所以其实早期的 那我们可以很早就发现 有时候我们中期 其实相对比较少一点点 反而是晚期 因为有一些老人家 他其实不以为意 他也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知识水准的时候 他们通常发现 就是我刚刚讲的 腹水跑出来 然后黄胆的症状明显 那其实晚期的大科肿瘤的 在我这边 其实在治疗上也蛮常遇到的 肝癌发现了早晚 分期直接决定治疗方式 如果发现不够早怎么办 还是有治愈几率 中期的这个肝癌 那其实在放射科半 也很重要的角色 因为我们就是一个栓塞治疗 那目前的话 其实我们有传统的栓塞 跟维求的栓塞 那我有遇过曾经这个 大概12公分的肿瘤来 那我们可能会觉得说 这样子的病人状况 可能不是那么好 但是经过我大概三四次 维求的栓塞 结果肿瘤其实都已经坏死了 所以其实有一些状况 他还是可以控制的 这个这么大的肿瘤 把它控制得很好 对抗肛癌 栓塞治疗扮演重要角色 医师一次说明白如何选择 传统的疗法我们用的是 类似点油这样子的一个物质 那如果是这个维求栓塞 现在我们有这种 比较小的这个维求 它可以吸附我们的化疗药物 然后再打到肿瘤体内 那会造成这个肿瘤 吸收比较多的这个化疗的药物 那另外可以让肿瘤坏死 而且它可以减少副作用 那其实因为我们一直在强调 肿瘤大小肿瘤大小 那当然这个刚好在这个可能大于5公分 然后又不是太大 可能没有超过10公分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我觉得特别适合做这个维求的栓塞 那另外还有就是因为我们知道 它是维求都已经到达这个肿瘤体内以后 才开始做化学治疗 那所以其实它只针对肝脏 或者甚至是只有针对肿瘤做治疗 所以它的副作用 会比一般我们所说的传统栓塞 再小一点点 那还有就是老人家可能会觉得身体状况不是很好 比较虚弱 那这种的其实我们也会觉得说 用维求栓塞让它不会那么不舒服 也是一个这个非常适合的状况 预防肝癌定期筛减不可少 万一不幸离癌更得积极治疗 汇流新闻网Cnews台中采访报导